简单的每个病人都能做 大道之精之简 现在人就是说 你太简单了 他不相信 他怀疑 虽说动作简单的 让人觉得难以置信 但终归是有办法 罗医生自己 在之前打网球的时候 膝关界也曾经受过伤 正好自己先试试看 他真的仔细想着 觉得不合理啊 我们以前都是 古石头肌锻炼 这个活动肌锻炼 都应该练膝嘛 但怎么练宽呢 说是治疗膝盖疼的方法 但甩起来 实际上运动到的是宽关界 古人记载 传现了的这种方法 是不是有问题 但是后来我自己 想到这个剪抛鞋上 确实有道理 因为你膝关节痛 你去练膝关节 它效果很不好 你会很痛啊 你病人痛了 不愿意动 但它从不痛的 那个髋关节给你去甩 实际上就牵扯到了 它周围的肌腱 这个韧带 所以通过这个肌腱 牵拉以后 整个系统就被它连起来 没想到 小小一个动作后面 凝聚了那么多缜密的心思 骆从风一边练 一边在思考和体会 甩的时候一开始很累啊 一千下根本没有可能 就是说当中得停个十次的 每次甩个一百多下 就差不多了 就一百下 你这么甩甩甩甩 然后甩到后面呢 次数就可以增加一点 这个后来我觉得 这个甩甩确实有效 第二天这个习惯节 好像走路就很轻松 顾女士刚刚知道这种方法的时候 并没有想太多 只是按部就班的尊医主练 甩了一两个月 膝盖的疼痛没渐渐轻 反而出现了新的问题 还影响到腰部 腰部这里也酸 这个大腿壳的 这大腿部的话也 有点酸的 特别是腰 它甩的时候腰要一挺一挺的 又酸又疼 我想这个是不是对不对 可是当问到罗医生 他却胸有成就地说 这是正常的 我当时甩是在甩的 但是心里还在想 是不是能甩好 还是有点怀疑的 因为也没有别的好办法 顾女士只能半信半疑地甩着 直到半年之后 终于出现了一点变化 因为我原来坐地铁的话 我脏的那个 脏的预防和我腿 是变了以后了 也有一次我觉得 今天没麻烦 我想效果出来了 那次不起眼的变化 点燃了顾女士的信心 他心想 自己的膝盖 可能还真得靠 自己的努力 半年之后我觉得 就是走平地好像不疼了 再走了一年了以后呢 就是觉得下楼梯呢 不疼了 上楼梯还有一点 在坚持 基本上两年以后 基本上就不疼了 是